哪些現象身體有異狀 舌頭會先知道 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第一個 黑色的舌胎 一眼足鏡 一般現在講到舌頭 大概很難一個人走進來 是吐著舌頭走進來 所以你還是要用打碗五分切的 所以就 那我舉的案例是這樣 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 福泰福泰的一個男性 那他本身就是有醃酒的習慣 那生活工作壓力也大 睡眠也不正常 那所以他一直有一些 上腹痛 然後火燒心的這種症狀 那之前的醫生也有跟他說 你要去做胃鏡檢查 但是他就覺得不要 到後來他已經開始有點喘 然後爬樓梯有點不太舒服 有到這種症狀 結果他本來一來找我看的時候 是說要找我看胖的問題 雖然說他福泰福泰 他的BMI值也才29而已 就過重而已 並不是真的到病態性肥胖 那一般他抽血呢 再量血壓 其實血壓血脂也蠻正常的 然後他又說他會喘 做那個心電圖跟胸腔X光 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後來就想擺絲不得及 後來跟他在聊他的一些 病死的過程 他突然講說 陳醫師我有一個狀況 我的舌頭是黑色 我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是黑色 然後他早上起來刷牙的時候 會刷舌頭 會有一個黑色的部分刷不掉 就一大片會刷不掉 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好嚴重 好像牛肉餡餅 好嚴重 那種絕大部分都是屬於一個 黴菌的感染 那最常見的是 麵豬菌的一個感染 那當我們看到這病人 有這個黴菌感染的狀況的時候 一定就是還是要建議他得做胃鏡這樣 結果胃鏡做下去之後 他整排的十道都是像這樣子 白色的黑色的這種 黴菌感染的那種潰瘍 反而胃沒什麼事 可是他火燒心跟喘不舒服 其實就是這整排 重隔腔感染的這個狀況 發生得出來 那這種會發生在哪一種呢 會比較常見 就是比如說 你肝腎有問題 或者是你有糖尿病 這個我們都把它確認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免疫力比較差 那其實看到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 剛剛有點接觸 其實有點怕 因為免疫力比較差 還包含一種疾病叫 所以我們本來很怕他有艾滋病 所以後來驗出來是沒有 所以他應該單純只是 生活習慣不好 然後睡眠壓力造成的這樣子 所以後來其實又幫他用 他也不是用胃藥去治療他 他就是用抗黴菌的藥 去好好治療他 那他的症狀就可以解決 要塗嗎 外塗要塗嗎 不是 黴菌的藥 一般要口服 甚至要泡水 然後這樣子 整個這樣子去讓它靜潤 那萬一真的很厲害很厲害的時候 有的甚至要住院打針 因為像我就是刷牙 會看自己舌頭的人 而且我是要整個 吐出來看的那種 因為你就是要刷舌胎 你要知道有沒有刷乾淨 可是我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習慣 所以我發現自己舌頭有異狀 也是從這個時間點發現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發現 為什麼我刷完牙之後 舌頭吐出來看 就是乾淨的狀狀下 它長得像一張地圖 就是 它不是 旁邊有紋路嗎 就有很多紋路 非常多紋路 然後 我以為過 那個旁邊像萬里長城那樣 對 然後 就很像一個什麼 搏浪狀還是什麼 牙齒的齒狀 形狀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再來是那個舌頭捲起來 舌繫帶旁邊那兩條 有兩條那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就平常看它也沒事 可是那時候捲起來看 兩條變很厚 然後變紫色 就那種深紫色 其實我想說 那我還是趕快去看醫生好了 然後那時候我去看了中醫 然後中醫醫生就是把完我的脈 然後就問了一下我的生活作息之後 他就說 我就說也不對 我平常就是工作 然後工作完就是健康的運動 然後作息也都正常 然後醫生聊完就說 了解你那個運動量 是 就是 因為我不是一般的運動 我有點像是在訓練 然後他說你每天工作時間 是女型的那種 就像你騎腳踏車是一樣的 對 其實我也有 因為騎腳踏車而過勞 過 一般騎兩小時就能 我能騎這幾個小時 對 而且平常又要工作 所以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疲累 他是一樣的嘛 對 而且我那時候工作 如果結束去訓練 我們訓練的內容是那種 要就是 強度很高 要摔啊 然後 要力竭到你真的昏倒 站不起來你才能休息 就不是說什麼舉個兩下 十下重量就可以結束 那後來這個要靠休息對不對 醫生就給我吃藥嘛 然後吃完藥的時候 醫生說你就是這樣的狀況要改善 他說你不能 他說如果你今天工作量很大了 你就真的要休息 不可以做這麼高強度的訓練 他說如果你要這麼高強度 你就只能一個禮拜選幾天 是完全沒事的才能去做 然後他說那你平常工作完想運動的話 你就去做一些比如說比較輕鬆啊 居家啊什麼 他說你要先從你的生活作業開始調整 然後那時候搭配吃中藥 然後生活作業調整 我的地圖才消失 可是可是你已經喜歡這種強度了 對 他先生 你先生也是 我學的是 對 他是每個職業選手 所以你們兩個在好的時候會 人家也是贏在拳 對啊 瓜哥 你說每次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要做一個新的技術 然後我老公說什麼樣 然後到位 他說好 你用力 然後我就引用力 結果我老公就昏倒了 我父親因為老公很厲害 就我老公就昏倒了 他就自行 然後就這樣睡著 真的假的 從浴室打到衛星 壓桌面掃晃 你確定你是在感情的 壓到落底床 這是平常日常 所以你休息還是休息比較好 這一定要去 而且要很長一段時間 要去調整 但是舌頭很討厭的地方在於 他末少神經非常豐富 所以找一點點改變 一點點受傷 發炎 極痛無比 我這邊有一個案例 這女孩子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來的時候 主述就是說他喉嚨 舌頭會因為很痛 吃點東西 他就會有非常明顯的 會影響到他的整個食慾 也因為這樣子 他在半年的時間 他的體重從55公斤 掉到了48公斤 掉了大概7公斤 因為這樣的狀況 他整個人就很容易形成一個 慢性的頭暈 耳鳴 頭痛 甚至影響到他的情緒 還有睡眠 所以他就在身心科那邊追蹤 那身心科醫生發現說 他藥加熱很重 他的睡眠的狀況 還有情緒的狀況也沒有改善 建議他還是要 治療他的舌嚴的問題 所以他就來到了門診 來門診的時候 請他把嘴巴打開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那舌頭就呈現 我們一般舌頭上面 會有很多小小的胃乳頭 會一粒一粒的 但是他都不見了 他就呈現一變非常光滑樣子 這樣不見嗎 光滑漂亮 對 他就非常漂亮 這是A5頂級牛舌 瓜哥說 沒有答案 沒錯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萎縮性舌源 因為它非常光滑 非常紅亮 所以有些醫生或者是病友 又把它叫做牛舌頭 或者是生牛舌 它就是因為會痛 我剛有提到 因為他神經非常敏感 請問這個痛是不是 像吃鳳梨吃太多 紮舌頭那種 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朋友他的主廚 他會像好像有 萬根針在刺那種感覺 所以晚上睡覺還是痛 使用到一些管制類的藥物 還是不行 遇到這樣的萎縮性舌嚴的朋友 第一個也會想到說 他是不是一樣不均衡 那當然他因為痛 可能吃得不好 另外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他 有沒有 所以幫他安排了抽血的檢查 發現 去回溯他之前的病例 他之前的血龍數 大概都12 13 怎麼會短時間內掉那麼多 安排了胃鏡 腸鏡 後來發現 證實得了 然後問他說 你這段時間 怎麼都沒有身體上的改變嗎 你怎麼會忽略掉他 他說有 他有注意到 他排便有時候會有一些血色的 一些 像沾染一點血色 所以他這個舌頭 這個顏色 跟他這個病變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他大腸癌 他這樣子 他血龍數整個掉下來 形成這樣一個 萎縮性的一個舌嚴 因為他把焦點都放在 他舌頭痛 睡不好 所以他一直在身心科追蹤 要不是因為有過來去查 他這大腸癌 再繼續擴散下去 搞不好連命都沒有了 這很重要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常常旁邊 這樣翻開有萬里長城的那種 瓜哥剛好提到 那就是因為我們那咬合的 就是舌頭大 你把它想成我們嘴巴外面輪廓 就是牙齒 舌頭只要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牙齒就容易有一個形成一個切肌 你是不是舌頭大一點的時候 也表示他有小的時候 水腫 舌頭也有可能小 但是正常情況下 它是應該是和平共處 剛好塞滿在嘴巴裡面 對 它變大的原因就很多 第一個 可能 假狀腺功能低下 它代謝變慢 容易水腫 對啊 有時候覺得 舌頭特別肥厚的感覺 而且有時候 睡覺起來就咬了一個破口 對 那你睡覺會咬到醒來有沒有 有 真的 我也有破口 原來我們身體是有異樣的 你不知道 牙齒會變大變小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房間 慢慢在退化 再縮小 像一些長輩 他可能會因為骨頭慢慢的 下餓的骨頭在吸收 然後他的牙齒會慢慢的往內縮 所以長輩很容易發現 這種舌頭旁邊有切肌的現象 另外有一個就是 他可能牙齒真的口腔衛生不好 那種慢性的牙齡炎 他也會形成牙繃這樣 往內進來 對 原來是牙齒的 痕跡 記得半夜有時候是咬到醒來 原來舌頭它是會長大的 其實我的中醫臨床發現 其實大家很少自己會去觀察舌頭 除非你有在看中醫 不然都是中醫師請你 把舌頭伸出來你才會看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看了這一集 可以回去學學怎麼樣看自己的舌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舌頭伸出來的時候 你的舌頭要很靈活 它是很柔軟的 如果它非常的僵硬 因為舌頭在中醫來講是屬於心之苗 所以它如果說心這樣的功能很好 心肺活力很好的話 它的活動性就會非常的好 而且舌頭整體的顏色是一個紅色 粉紅色 然後上面的胎是 如果沒有胎的話我們就是沒有胃氣 就像剛剛講的 萎縮性的舌炎或者是舌頭 它已經整個味蕾都退化 這是一個有問題的狀況 那中醫發現其實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我們腸胃 腸道包括說胃 腸或是大腸 腸道的系統跟舌頭都是來自於 所謂的中胚層 所以它整個胚胎記憶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中醫 他就特別研究這個舌頭 從舌頭的蛛絲馬跡看出 腸道很多的問題 我先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 就舌尖 有時候你舌頭吐出來 你發現整個舌頭好像紅紅的 可是舌尖就像草莓這樣 特別紅 有幾個點特別紅 這什麼意思 因為舌尖屬心 所以舌尖如果特別紅 表示你 表示你心浮氣躁 非常的容易生氣等等 這個時候如果你本身 還會有情緒壓力大的話 它就提醒你說 你的身體在跟你抗議了這樣子 對 像剛剛宇游分享的這個地圖舌 以中醫來講就是 舌它應該是一整片的 就會非常均勻 因為它是有各個區塊 比方說 舌尖是心 然後兩邊是屬肝 然後舌底這個 靠近咽喉屬肾 然後整個 所以你的這個 武藏不協調的時候 它的整個舌才不會一整片 它會撥開 就像地圖這樣子 這時候如果反映在腸胃的話 有時候腸胃水腫的時候 你舌頭就會胖胖的 就像你的這個麵包 壓在硬硬的舌頭 它會硬上牙齒的痕跡 這時候表示身體 是比較不舒服 我來分享一個案例好了 我們臨床有一個55歲的貴婦 那貴婦的生活就是 到處跑趴 喝下午茶 應酬等等 因為她也退休了 她來看診是因為 她想要 因為她 可是體重快要80公斤 她很胖 對 可是她也是沒有辦法控制 而且她說是 這兩個月內突然胖10公斤 然後她來看診的時候 她就說 她平常因為也知道 應酬要多吃 所以她不應酬的時候 她每天 只吃一片吐司 或是一顆蘋果 她就拿她App給我看 她有蒜熱量 平均起來一個月 大概只每天1200卡 她這樣子講完 我就覺得不太妙 因為這樣的飲食方式 其實很容易胖 所以中醫望著 先看舌頭 舌頭一伸出來怎麼樣呢 這麼嚴重喔 這個舌頭很多人都會有 你看它很像舌頭上面 塗了一層厚厚的白色的 這個太厚了吧 感覺就是積血了 這怎麼可能呢 牛舌上面放了一些蒜料 對 這還是要你看 這是蒜米 白蘿蔔米 中間的那個舌溝的位置 還微微的發黃這樣子 而且好像有點發霉的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這很像 就像草地上結霜 你可以感覺她身體濕氣 彈氣就是很重 而且旁邊 側邊 它只是 整個就是像 波浪狀的尺痕 那這是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想像 身體水分很多 所以接下來把脈 果然 脈非常的沉 就像身體就是像 沉到水底這樣 典型的 所以我就說 你應該會有一些高血壓 或是血糖比較高 或者是有脂肪肝的問題吧 她說 對 其實醫生就說她要減肥 不然她就要開始吃藥了 所以我就跟她說 像這種白厚膩的舌苔 就是反應身體 痰噬過重 是屬於三高的體質 她平常的飲食呢 在不應酬的時候 應該不要吃 就是這麼少 應該還是要正常吃三餐 但她可以改變她的飲食方式 可以吃比較像 地中海料理 早上就一個 蕎麥麵包 或者是一個 梨麥麵包 塗一些番茄 洋蔥 然後吃台灣本地產的藝人 這些都是 除身體濕氣 非常好的食物 燕麥可以燕麥 燕麥也非常的好 對 就她這麼做之後 一個禮拜 水分就消了三公斤 因為她是塗軟 一個月胖了十公斤 所以她都是水分跟彈濕 中間的彈就是比較稠的水 然後濕就是更稠的這個水氣這樣子 所以她一個禮拜排了三公斤之後 身材就慢慢地恢復了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小朋友的舌頭 我們是最常從出身做身體檢查 其實都會看到 就我最近分享這個Case是 小朋友他就去 最近大家開始這個包覆性旅遊 然後出去南部玩爽 對 去玩的時候其實 大家計畫五天的旅程 好在第二天就發高燒起來了 但沒什麼症狀就發燒這樣子 當你趕快就診之後發現 沒有特別明顯的症狀 好像看起來是一般的這種 感冒的病毒感染這樣子 就看了一些症狀治療的退燒藥 那吃藥的過程中還是一樣 就是吃藥有退燒 時間還沒到就高燒 一燒就燒到三九四十 所以本來五天的旅程 在第三天 第四天才沒辦法了 就趕快先回來了 已經燒到第三天了 那回來媽媽當然就很擔心 想說怎麼一直燒退這樣 她就說會不會是中暑啊 會不會是什麼 找玫瑰疹啊 我就說我們先檢查看看 那檢查的時候發現說喉嚨很紅 她的舌頭非常非常的紅腫這樣子 真的長得好像很多粉刺而已 對啊 怎麼會有很多粉刺 其實不然像草莓 我們草莓 就是我們舌頭腫起來 旁邊特別紅 我們剛剛的舌乳頭 這個好像玩具 一點點白白的部分 都特別明顯 小孩子做的玩具 那個 擠出來的玩具 對 因為它是旁邊 整個舌頭腫起來 那我們舌乳頭的白白的點 就特別明顯 就最有典型的草莓食 我說一旦發生 要合併出草莓食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身體 很嚴重的警訓 它有可能是一般的 這種煉球菌的感染 或者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 但另外一個 我們也很擔心這個 川崎失症感染 後來到大醫院之後 進一步的檢查 就發現 它其實手指頭的脫皮 那些都還沒明顯出現 但手長就有點點紅這樣子 但典型就是發高燒 跟草莓社 後來做了心臟草莓撲 發現它的這個 冠狀動脈的血管都發炎了 整個血管就腫起來 血管臂腫起來 所以變成血管通道變很窄 有點像我們大人的 心肌梗塞的狀況 川崎失症最麻煩就是 它會 會侵犯我們的血管 尤其是我們冠狀動脈血管 造成小孩子心臟方面的問題 所以以前如果沒有 那麼即時有這樣子的警覺 進步做心臟長一步去檢查 現在都我們打免疫球蛋白 然後它的育後 跟之前比起來好很多 要不然如果說沒有發現這個 其實小孩子後面 河冰出來心臟方面的問題 會有點像大人的 這種心肌梗塞一樣 隨時都會胃爆蛋 就是這個問題 而且它 就要在五歲以下的孩子 所以就是大家會很容易忽略到 因為很常常發燒 所以如果有孩子發燒 一般我們當然都希望 它只是一般的病毒感染 可是有合併草莓社 大家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他們之前有中國統計 在歐美的一萬人 可能就是幾 就個位數是幾 二十個 可是在日本跟台灣 萬人大概有得過 全體失症 一萬人大概有一百多個 所以比例高很多 所以我們跟日本 在統計上來講是比較接近 而且是病毒在小孩子身上 對 五歲以下的比較容易常見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我們今天舌頭來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黑色 黑色舌苔的話 有可能是念珠菌感染 如果很漂亮 光滑 你先別高興 可能我也說形成適合眼 對 那如果你是那個舌苔 白厚膩的話 小心是三高 對 然後後面這個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的草莓舌 那個不漂亮吧 一粒一粒 好 看起來很可口 但是其實一點都不可口 這樣可以嗎 很好 這是穿起事實在嗎 對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疾病在纏身 男要注意的 來 指甲 可是女生很難檢查 因為女生都在做指甲 怎麼看得出來 對啊 所以常常會不會做指甲 做到頭上 蓋掉你的病啊 有可能 妳有常做指甲嗎 我不太做指甲 但是我 那妳會很快發現妳有什麼 可是我的指甲 一直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都有那個紋路 都一痕一痕的 有 妳說這種紋路嗎 對啊 所以 那我也有啊 對啊 你也有耶 對 你 你比我更嚴重 對 你好嚴重喔 好啊 這個你不用擔心啊 這個可能就是 年紀到了嘛 是嗎 是嗎 我的瘦脂不見得是年紀到了 我的瘦脂是一些身體的特殊狀況 那我做減重嘛 所以我也有很多認識我們很多減重的朋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醫生 他自己是醫生 他自己發明了一種減肥的方法 跟一種特殊的膳食補充品好了 那他就發明了一個東西 他號稱叫做吃不胖 聽起來厲害吧 嗯 就是吃不胖的東西 他自己就試吃了一段時間 他自己吃啊 那他的確沒有胖 他就跟大家講說 你看我吃不胖 所以我去吃了很多東西 可是他發現一個 久了之後他突然出現一個狀況 因為他那個吃不胖的東西 實際上是會 它不只是阻斷你這個熱量的吸收 它也阻斷你很多基本營養素 包括 他後來就發現他的指甲 摸下去是會彎下去的 整個指甲的變軟 特別軟 他自己才發現說原來那個阻斷吸收 會阻斷它的鈣質 所以他才在吃完飯之後 就有另外的補充鈣質 大概倒了半年之後 新長出來的指甲 才慢慢恢復因度 所以後來他也自己知道說 其實這個阻斷吸收 號稱吃不胖 其實有可能造成這樣的問題 那這樣也可以回應到說 如果有一些人 在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的指甲的質地 像比較像那種小孩子軟的 有可能是 所以這個是因為 還滿有趣的一個現象 指甲 但是我們一般臨床醫生 我們有時候太忙 其實很少去檢查指甲 除非病人自己說 醫生你看我指甲是不是怪怪的 那我們通常會檢查指甲 大概都是說 他有一些特別的主述 比如說他貧血 我們會檢查一下 看他手指這個回血的狀況如何 不然的話 平常很少檢查 而且我一直以為女生那個指甲 就是薄薄的細細的 是很優秀 結果其實是因為蓋不足 我還羨慕了 限聚還會萎縮 就是他因為蓋不足 所以他長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那個 這個前面甲肉跟指甲 理方常常指甲 會沒辦法覆蓋到甲肉 就是他長的時候都很慢 所以女生建議就是 顏色也是白白的 建議女生不要那麼曖昧 一直塗東西做假指甲對不對 對 常常會掩蓋掉症狀 對 所以清朝皇后都很著作 因為都是戴那個 然後生病都不知道 我看不到 像有些人迅速減重 或者是說有一些壓力 像有些人他可能會一條一條的 然後詢問說 可能一兩個月前有住院 或者是有一些壓力 或是減重 都會造成這些營養素 或壓力造成的指甲 看起來比較不健康 會有一條一條的凹陷等等的 所以我今天分享 這是真的不健康嗎 你說看起來不健康 是真的不健康嗎 對 就是他那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指甲 是從後面的夾母細胞 往前漲的 對 所以它可以反映你 過去一段時間的狀態 可是這是長期都一條一條 對啊 你減了它也是一樣 一條一條 對 那你一條 可能就是你有缺乏 某些營養素 或者是生活作息 真的喔 比較不正常 難道是缺錢嗎 比較不正常 你最缺的就 絕對不會是錢 缺錢也會造成壓力比較大 原來是不健康的 那我今天分享一個案子 其實也不會很少見 我們有一位三十歲的一個男性 他就一來診間 就立刻跟醫生說 醫生拜託你能不能幫我 開好一點的灰指甲的藥 他說要在外面治療灰指甲 灰指甲就是一種 黴菌感染 造成指甲的一個 被黴菌侵犯 造成的變色或變形 他說外面治療灰指甲 已經治療好幾個療程 已經 因為我們知道灰指甲 因為它需要吃抗黴菌的藥 抗黴菌的藥 可能吃六到十二週不整 可是它已經吃了好幾個療程 可是完全都沒有效果 灰指甲不是靠X要吃喔 對 如果說比較嚴重的話 你X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整個指甲厚度 都被黴菌的菌絲禁了 然後用口服的從內部 然後去做一個抗黴菌的動作 所以要吃也要X就對了 對 最好是同時 可是它已經吃了很多 很多個週期 那我們知道灰指甲藥 其實是經由肝臟代謝的 需要監測肝功能 所以它長期吃的話 心裡也怕怕的 然後他說就是 因為它這個原因 它其實造成一些社交障礙 因為它就是不敢跟人家握手 那其實我們仔細發現說 它的指甲很特殊 因為它看起來是一個 年輕正常的男性 可是它是二十隻 包括手還有腳 二十隻指甲全部都呈現一個 上面有一點一點的凹陷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變白色 然後假下面 有一點真厚的現象 那其實這個不見得是灰指甲 照片看可以發現說 那個手指是它的 我們右邊是有一個對照的腳 是黴菌感染的 它是二十隻手指甲 全部都有就是這個變形的現象 那其實我們進一步檢查 發現它還有一些 在頭皮屑的地方比較多 那事實上這一種指甲的病變 是一種 那肝血本身它是一個 肢體免疫性的問題 造成全身性的發炎 那其實如果說不進一步治療 持續這樣惡化 除了指甲會變成這些凹陷 或者是發炎造成的變形之外 它會造成 所以有時候它說有時候 它覺得好像手指都腫腫的 像香腸腫起來 然後甚至造成一個 所以說後來我們就幫它用 那個專門的免疫治劑去治療 這個從上原去抑制這個發炎 造成的指甲病變 那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在另外一張在腳上的話 就是我們常見的 台灣也滿常見的一個這個灰指甲 那灰指甲如果在一般人的身上 除非說它有特別的免疫低下 其實灰指甲很少是全部 二十支指甲都被侵犯的 所以說如果說 有長期治不好的一個灰指甲 或者是說它很多的 多發的 例如說 全部二十支的指甲都有侵犯的話 要小心一個鑑別診斷 不要一直用外用的灰指甲的藥 或者是恐怖灰指甲的藥治療 像我之前很喜歡塗指甲 有時候就像剛剛說的 可能會蓋住一些 你從指甲上面可以發現的事情 那有一次我卸甲的時候就發現 我指甲上面有一條黑線 就是指甲這樣長 一個黑線這樣長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緊張 一上網路查 想說 難道我要得癌了嗎 就很緊張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拿那個皮膚鏡照 就看現在目前這個線條 可以看到照片上面這樣 目前這個線條還算是滿平直的 而且沒有什麼太大的 現在還在 對 現在還在 就在這邊 而且我兩隻手都有 還滿明顯的 原本一隻手 後來另外一隻手也有 我就想說不行 兩隻的一定要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醫生就跟我說 要自己在家觀察 就教了我三招 從它的大小 就是那個顏色分佈 然後還有它有沒有可能會 那個長到指甲長出來 這個肉肉這邊 還有指甲出來這個 如果肉圓染上黑色的時候 還有這個線如果變得 那就是不好 對 就是不好 還有這個線原本是 像我這個圖片是 從頭長到尾 那如果它是中階段的 長短不一 在指甲上面的話 那也要注意 有可能就是病變了 不然的話 目前來說 我真的只是裡面長痣 然後推出來 還沒有發生皮膚癌 對 目前還不是 那就要注意 怎麼剛好兩隻都有 對啊 我就原本只有先長一隻 長另外一隻 我想說不行 一定要趕快看 那我有一個老病人 他就是 從小看到大的一個小朋友 那你來看感冒 他就說醫生 你可以特別看一下 我小朋友的手嗎 我們真的是 我們都沒有仔細看過 媽媽就請我特別看一下 他的手 就像照片這樣子 這種平面來看 可能很難去描述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 他的手指頭每一隻 都很像一個小湯匙一樣 中間是凹進來的 側看的 對 側看 我們去摸他的手的時候 就特別特別明顯 因為我們的手指頭 平常都是平的 甚至有點凸起來 這樣的狀況 是很飽滿平整的 跟他孩子的指甲 他就是很不光滑 然後我們摸下去 他每一隻十隻手指頭 都是像小湯匙一樣這樣凹陷 那我就說 這樣注意到多久 他說有一陣子了 那因為他是我們老病人 我就知道他們家 其實都是長期吃素的 那我就說 我說那小朋友 有沒有跟你們一起吃素 他說因為他們沒有特別碰煮 所以孩子其實大部分都在家裡 就跟著他們一起吃素這樣子 那我知道他前面 一兩歲之前 其實都是餵母乳 那我說你餵母乳的起見 你有沒有特別幫小朋友 添加一些營養補充品 譬如補充一點鐵劑等等 他說沒有 因為他說他都不喜歡補充這個 他就覺得天然的最好 所以他說我們家吃素 都是吃有機的 我就說好那我知道是有機的 可是我就說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點點 停血的狀況要做檢查 因為長期間吃素 然後小朋友之前有吃母乳 我說你驗一下會比較放心 因為再加上手指的狀況 那驗起來之後 他的血紅素大概只有10左右 小朋友大概是多少 對 那因為那孩子他其實因為 基因上面來講他高 所以大家沒有特別覺得說 這孩子營養不了 可是真的是看起來就特別瘦 然後仔細看他的頭髮 比較沒有光澤 比較稀疏一點點 他因為長時間吃素 再加上之前吃母乳 其實還是滿建議一些吃母乳 就餵母乳的媽媽們 其實餵母乳前面造成的一些 一歲以前的孩子 還是建議可以補充一點鐵劑 除非你的副食品部分 吃得特別的好 你副食品在四個月以後 可能在一些紅色的肉品 或深色的水果的部分 有特別特別的加強 他的這身體性品學可以恢復 那補充了一些鐵劑 然後在他的飲食 後來媽媽我就說 你要不要讓他長大 再來決定 要不要跟妳一起吃素 為了他的營養部分 我說我們就特別補充一下 後來媽媽有接受這樣的建議 就是有讓他就是吃一些肉品 這樣子 後來半年後再追蹤就恢復很好 今天這一集 我覺得內容應該滿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很少病人 直接來回說 醫生我舌頭怎麼樣 醫生我指甲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自己是一個 3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其實來看我是因為 她在外院開了減重手術 那她是90多公斤 她只瘦到80幾公斤 她的重點是 她瘦得不滿意來找我 結果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看的時候 就是說她有說她開完之後 會比較沒力 然後顏色會比較蒼白 運動量都會沒辦法做很久 就會不舒服這樣 可是重點是我們在看她的時候 因為她在寫她的一些初診之曜 我們就會發現說 她的手指其實就像 剛才張醫師分享的 不是只有小孩子有 那個大眼也會有 這一種就是很明顯 你有營養素缺乏 或營養不良的時候會這樣 那這個病人瘦又瘦得不好 但是她又感覺上 又是營養不良的表徵 那代表怎樣 我們就是幫她抽血 很多減重的東西 她除了手術以外 你飲食的部分行為控制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懷疑她說 會不會人家幫你開得很好 然後其實你自己很多東西飲食不怪 營養這樣 結果後來幫她調整 甚至有住院打一些營養的補充鐵劑 打一些營養劑 經過大概差不多三個月的這個追蹤 其實她的狀況 這些抽血的素質 都改善一點點而已 那其實她都有照我們給她的 這個營養的這個準則下去吃 那你可以知道怎麼樣 其實說真的 她應該是前面的手術開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重新幫她檢查之後 重新做一個所謂 那把它修正完之後 其實三個月之後 其實剛才講的那些營養素質 她就回到正常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指甲不會這麼快 其實她的勺狀子不見 所以像剛剛還在分享 為什麼你指甲有時候會有紋路 她就是說 比如說你剛好這一兩個禮拜 你比較累 或你營養狀況比較差 她可能這部分 跟她的長的那個結構 就比較不一樣 那下個禮拜你比較好 她長得就比較健康 所以一個健康不健康 你就會形成一些紋路跑出來 所以有時候指甲的紋路是這樣子 再代表有點像樹木的年輪一樣 在紀錄你的健康狀況這樣子 其實看這個 如果我們叫做 那個手有樹紋 就摸起來就一直一直的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 身體比較老化推化 營養不健康 什麼 我這樣 我這樣 你不要嚇到 你摸什麼 這很健康啊 沒有問題 可是你沒有月牙耶 然後你的顏色又比較白 月牙就是這個白的對不對 對... 然後身體的顏色也不紅 就是氣不夠 然後血不夠 氣不夠 人家說指甲都有白白 我都沒有 我也沒有耶 我有人天生就沒有 都沒有嗎 我實質 實身手指都沒有月牙耶 對啊 我們運動量那麼大都沒有 真的喔 那到底是... 就是中醫講氣跟血的平衡 我們會看一下指甲的 白色的月牙的部分 所以傳聞說都白的是健康的嘛 就像你這樣白白的 對 就是不大不小 大概占五分之一的大小 太多的時候是血壓太高 太少的時候是氣不夠 所以真的是跟胖瘦沒關係 跟胖瘦沒關係 他手都快比我胖了 剛剛在座各位專家去觀察 這個手指頭的一些變化 都滿合理的 不過別忘了我們的心肺上面的 一些疾病跟呼吸有關 有可能會表現在我們肢體的末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們的民眾有發現你的 手指頭的末端變得比較寬 指甲變得比較厚 會有點像骨棒一樣 別忘了可能跟我們的 睡眠呼吸中止 缺氧這樣相關的症狀有關 我這邊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55歲 那身材稍微風雨的男性 那其實他本身就有三高的問題 同時他有一點 輕微的心臟衰竭的現象 他來診間看診 主要是要解決他鼻子的狀況 他處處是今年的鼻塞 那如果說他適當的用點藥之後 他那裡面的肉收縮了 他裡面的黃鼻涕就會流出來 所以他會有很明顯 鼻涕倒有的現象 這個狀況可能會造成他三不五十 就這樣輕喉嚨的現象 非常困擾 他想要解決 那在檢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安排了內視鏡 又安排了電腦斷層 也診斷出 他是非常嚴重的慢性鼻鬥炎 但是他有提到說 不過醫生很怪 他有注意到他這半年 他的手指頭都變得特別的粗 就我們看一下照片 有沒有看到 就很怕 遠遠看就像一個骨棒的頭一樣 對 那你說他手指頭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書上都有學過 我們的心肺的循環如果有問題 就有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所以第一時間就想到 是不是他的睡眠有狀況 幫他安排一個睡眠的檢查 果然他的指數達到 一個小時會中止六十五次 真有 他是說 每分鐘都有了 對 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的朋友 加上我剛剛有提到 他本身心肺的狀況就不是很好 這個會加重他的心肺 會令他的循環更差 導致於說 他身體的有一些生長因子 沒有辦法在他的肺部的循環當中 就把他代謝掉 他會 回流到我們的肢體的末端 另外身體會有一個回饋的反應 就是你是缺氧的狀況 那我就讓你 就導致於他的周邊 手指頭的末端 他旁邊的結地組織 就會這樣慢性的增生 對 不過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睡眠的狀況 我們就幫他安排了手術 然後也建議他減肥 但是因為控制了 穩定了他的睡眠 還有穩定他的呼吸之後 他的手指頭其實也沒有恢復太多 我要自己組書室說他有進步 因為他覺得 至少要挖鼻孔可以挖 我都忘了這個朋友 你能看到到進步去了嗎 不過我們之前有遇過 小朋友也會有睡眠呼吸中斷的問題 我有遇過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懶也是因為褚狀脂 但是父母檢查過心臟方面沒問題 後來再追問也是因為睡眠狀況 他是因為他的 所以他是周遭的紫色 不是中屬的問題 就是表現太大 然後造成他的呼吸 睡眠 就是也是不斷的翻滾起來這樣子 後來也是經過開刀 就很快就恢復了 來 接第三個 好 健康亮紅燈 皺紋孔恆生 我覺得皺紋的問題 是跟地區有關吧 你看在歐美 比較乾的地方 歐美地區 你看 這女生最輝煌大概十七八到三十 就看起來像我們這樣子 對... 亞洲你看那個皺紋 對啊 可是... 我現在到賭場去 人家還檢查我護照 是嗎 是嗎 不是 你太... 不是 這是個比喻 我說搞不好還比較合理 不是 檢查護照的那個人說 你怎麼那麼久沒來 再來 但我覺得不一定 像是皺紋我自己也有 那個洋婆婆紋 對啊 像我之前那個美食節目 大家就會說 你不要那個這樣子皺紋很難看 對啦 我們到最後木偶也都出來了 不是 我是這裡 為什麼這樣 居肉區 然後後來我發現 應該是跟我那個鼻子過敏 對妳為什麼這樣 所以我常心無法呼吸 一直這樣這樣 所以我這裡就會比較多紋路 所以不一定是跟老化 可能是因為跟健康有關係 是嗎 跟健康絕對是有關 所有的其實 其實我們身上所有的表現 外表的表現 大概都會跟健康有一點關係 那我要講的 在這個狀況是 它其實在外表就看得出來 我最近其實 在診斷看病的時候 就看一個糖尿病病人 那我一看他的狀況 然後我就開始檢查 我就說先生 你的血糖狀況不太理想 然後一看他的用藥 你已經用這麼多藥了 然後抬頭一看 我看他樣子 我就想要叫他 其實我已經60歲 叫人家伯伯通常是不太... 對 你知道我看起來 真的很像伯伯 然後一看他年齡 五十六年次 我說... 五十六年次看起來 70歲一樣那麼老 所以其實 我這些年來其實都注意到 糖尿病的病患 它的那個老化的速度特別快 那這也其實 這麼多年的研究 我也發現說 吃糖會讓我們身體裡面 很多的內在的組織跟結構都老化 包括體表的皮膚 所以其實真的不要小看 這個糖的威力 跟你表面上 所顯示出來的症狀 那我最近 我60歲了 所以我們班同學 其實都到花甲之年 可是我們這個同學 會先看的時候 就會看得出來 這些年來 誰在亂吃東西 真的... 真的是... 我們這個... 我這個年紀的同學 相見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很明顯說 你看起來 就是比我們大10歲 那我們會照相起來 就會發現說 像比如說我們把體重控制下來 血糖控制好之後 看起來就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我去買酒的時候 有時候還被查身正正 我問你喔 比如說像我們女生洗澡嘛 洗一洗的時候 會稍微檢查一下 比如說自己的乳房 或是摸一下有沒有硬塊 然後都摸西摸 看有沒有哪裡不對勁 那男生也會嗎 我是會 因為我會檢查 我的肚尾有沒有大 自己找到底能看到底皮嗎 看不到就太大了 沒有 我們會多看一下 脂肪或什麼 有一天我看到我的腳 突然那個指甲 我指甲怎麼會 黑嗎 不是 它有一截這裡面 右邊有點黑黑的 我就想起 我們節目中有介紹過 它指甲有一截 我忘記 我看一看 可是過兩天看又不是 我又看 整個顏色又沒那麼深 比較像灰指甲 突然我受不了 我找我們的皮膚科醫師 我說我記得好像 我們指甲有一顆黑黑 那個到底是什麼病 那個是 好恐怖 你趕快看我腳才看 你這個不是 你這個只是指甲有點 黑而已 我說那這個是灰指甲 他說也不是灰指甲 你的灰指甲是右上角 比較有一點灰指甲 其他整個還好 只是顏色上的問題 他反而是看到我旁邊 有兩個字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老花也看不到 你這兩個字 有可能是癌症 真的假的 對 他說你一定要想辦法去 去找醫師吧 檢查 你反而會有觀察這個不是 對 沒觀察到的是不是 你看我都小心 可是我忘記我那邊有痣 你知道嗎 因為身上有時候 你真的會不太記得到底 忽略 因為會突然長出來 而且他告訴我 你要注意觀察 因為有的人老花眼 根本看不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長大 這個倒提醒了我 結果你還好有去看嗎 還沒 對 所以要隨時觀察 說不定他就是救你一命 是 對 我們先來看看 聽到肺炎就害怕 你的肺部健康嗎 這是大家現在非常流行的話題 金醫師 肺炎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有分典型的細菌性肺炎 那非典型的 比如說梅漿菌 PE菌的這個肺炎 那另外就是病毒性肺炎 像我們現在講的新冠肺炎 以及十幾年前的SARS 這些都是屬於病毒性肺炎 那第四個的話 就是也是屬於病毒性肺炎 不過它的這個整個的傳染率也是相當高 那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診治質疑裡面 會特別把這個流感的肺炎也把它分成 現在很多人在講 說你們都一直在注意到這個冠狀病毒 可是大家都沒有關心流感 是 那流感的死亡率 它傳染性很高 不過其實整個統計下來 流感的死亡率大概是0.1%左右 那這個新冠病毒肺炎 在採檢上我們就會相當的 要相當的小心 我們是生我們的一個採檢的棉棒 那麼生到病人的喉部去 那麼喉部是生部 大概就是我們巡湧垂的後側 或者是扁桃線引窩的地方 去做一個檢體的採檢 那這個採檢的過程中其實 要多久才知道 採完之後 一開始的時候時間比較久 可能要一兩天的時間 那不然現在我們對這個採檢 已經越來越純熟了 目前大概最快大概半天的時間 就可以直到檢 也就是你12點採完 大概6點多就知道 是 不過目前因為疑似的根案還是多 那麼像在我們醫院的話 目前採檢的話 大概就是 比如說下午採檢 可能大概隔天早上報告 才會出來 那麼細菌性肺炎 就是大家都比較熟悉 它有典型的症狀 比如說會有 比如說會有高燒 那麼嚴重的時候會 只要非典型的 比如說梅漿菌大家都 只要是 大家就會想到梅漿菌 那梅漿菌它其實的一個 家族史是還滿強的 常常哥哥有梅漿菌 過了幾天 弟弟也有梅漿菌 不過我們要小心 要注意一點就是 梅漿菌其實它有 好發的年齡 大概在 所以我的門診 常常是60歲的大媽來說 醫生我要驗梅漿菌肺炎感染 我看60歲 你第一個考慮應該是 所以我們還沒有這個資格的 對 15歲以下 對 那也是萬幸人 對 那麼流感的話就是 就是比較典型大家都知道 他會發高燒 會有一些類流感的症狀 包括說 剛好就是說有兩張X光片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麼 你有新冠肺炎的 是 左邊那一張其實是 我們台灣已經將 新冠肺炎的案例 發表在知名的 國際醫學期刊 那所以左邊那一張 是我們的本土案例 那是一位大概 50多歲的一個患者 那其實我們可以讓 他的新冠肺炎的表現 其實就是會有多處的斑駁狀的 一個 那麼不是相當的明顯 因為這個病人 他其實並不是重症 他其實後來是有痊癒 那要小心的其實是 這張其實是他住院之後 五天之後的X光片 他一開始是完全都正常 是看不到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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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那一個是一個流感的 肺炎的一個光片 那麼右邊那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其實是流感病毒 吸 經過呼吸道進去的 所以就是會很明顯 在雙側 因為是呼吸道進去 所以雙側都會有一個 發炎的病造 那這個病毒看起來 還滿嚴重的 不過因為病人他年紀輕 大概30多歲 所以這病人其實 一個禮拜的治療之後 就痊癒出院了 那麼新冠肺炎 我們其實要特別跟各位提醒 他一開始其實 他典型的一些 上呼吸道症狀並不多 那麼他反而一開始表現 是以下呼吸道為主 包括乾咳 包括會喘 再來就是會這個胸痛 那麼我們現在常常到 比如說來節目錄影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發燒的篩檢 對 那發燒篩檢其實 會容易有一個誤判 我們從這個大型的一個研究 報告發表 新冠肺炎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那麼最後都是住院之後 才燒起來 所以其實篩檢還 所以只靠發燒篩檢 還是有他的難度在 也就是他有死角 是 那麼我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例子 跟各位報告 那麼一個40歲的男性 那麼他也是 那到別家醫院一開始 也是當作是細細菌肺炎 可是治不好 那麼到我們 在我們醫院收治之後 我們認為說 如果是細菌肺炎 應該會相當嚴重 醫院已經拖了一個多禮拜了 後來問到他的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洗冷 洗這個冷氣 以及洗這個洗衣草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就想到說 其實這個有可能 這個冷氣跟洗衣草都有 有附有默菌 那麼它可能是默菌引起的一個過敏性肺炎 後來我們去幫他做治療管理檢查 也確定它是一個過敏性的肺炎 所以這個就不是傳染性的疾病 它是過敏性的疾病 那麼這個病人反而不是抗症數字好 而是給淚固醇之後獲得改善 其實最近這個被一個心外病人引弄 醫院裡面是草木皆兵 而且現在大家在醫院裡面 都盡量不敢咳嗽 因為一咳嗽你會沒有朋友 離你很遠 想說這個有沒有問題 你喝水嗆到大家都 盡量都吐下去 以前是拼命咳 現在就撐住在那邊 臉紅鼻子出就是不肯咳出來 所以我才在講 就是這一段時間 真的是還滿恐怖的 很多人在家裡面 因為前一陣子 天氣又一直變化 因為剛好又有流感的季節 所以很多人要嘛就是感冒 要嘛就流感 可以稍微區分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面不舒服了 你到底要不要懷疑 自己是不是新冠肺炎 剛才經濟師講得很清楚 這次的新冠肺炎還有流感 它有個特徵 它的症狀就是以下呼吸道為主 上呼吸道就是你的鼻子 所以一般的感冒大概就是 可是如果你是流感跟新冠肺炎的話 大部分就是很快就是咳嗽而已 慢慢可能就是全身痠痛 可能就會發沙症狀出來 鼻塞跟流鼻水比較不會有 所以你如果只是單純的鼻塞 流鼻水 喉嚨痛 你不要太緊張 那大概是沒有事 前一個女性病人回來 就是檢查乳房 她檢查完之後 我就看她預言幼子的樣子 我就說還有什麼問題嗎 她就說 小醫師我有個秘密想要跟你講 但是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就想說幹嘛 在門燈講到什麼 她就說 那個我最近有點咳嗽 其實我們都是戴著口罩 用一下規定金醫院 一定要戴著口罩 我也戴著口罩 可是我一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好像 我就剛剛往後推一點 靠我有點進去再講 我就馬上往後推一點 她說而且過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從大陸回來 我們還聚餐了一下 我再聽到這個 我就再往後面再退了一步 真的很害怕 我下午就開始跟那個 門診小醫師死眼射 是不是應該趕快叫警衛 把他壓下去 那個急診室去做篩檢 因為這種病人我們要分流 要分流對不對 就是不能夠讓他在一般的門診 不是毒害我而已 他會毒害到外面的病人 這種就是有接觸 感覺可能會有接觸死人 不過他下一句我就安心了 他就說 還有滿嚴重的那個 流鼻水跟喉嚨痛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趕快靠過去說 這樣子幾天了 我就覺得他不是 就不是 就不是 可是我還是幫他安排 照了X光 照完X光之後 我就馬上請他上來看 結果就是說 只是一般的感冒 沒事 他就一直誇獎我 你知道嗎 他說我這個真的是 一視同仁 現在他跟人家講說 他感冒咳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只有我一樣很勇敢的接近 他還跟他很親切的 問他病情 其實因為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 聽起來就不像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感冒 對 所以他就在講說 從症狀是可以稍微分一點點 如果說 因為最近流感還滿盛行的 所以其實你有那些 很可怕的症狀 你也不要太擔心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流感居多 奇怪肺炎還是少數 一般聽到隔離14天 太可怕了 網路弄那個 他剛剛看是笑 可是那個人滿可憐 他比如到越南 越南就 你到越南去度假 就已經隔離14天 因為他把台灣當疫區 14天假也泡湯 但越南飛回來 又隔離14天 對 一個月就沒了 田醫生有一個65歲的太太來 她是已經忍到不行了 她才來到急診 她是發燒 全身痠痛 她有咳嗽 流鼻水 輕微流鼻水 是那個痠痛剛剛很不舒服 所以她來到急診 她就很緊張 她擔心她就是 電視上講的那個新冠肺炎 可是她沒有流食 沒有接觸食 但其實她的症狀更像 就是流感 因為發燒 全身痠痛 這個就非常像 然後再加上她說她65歲 結果她沒有 奇怪 她65歲之前她自費打 65歲之後 她不想打 有的人打著打著幾年 都可能想到這一年不要打 我跟你講我連打三年了 我今年就沒有打 不是 因為要打的時候 又覺得天氣變了 突然有這些問題 因為一直忙過頭 然後她是不想要接受 她現在免費了這個狀態 不行接受 覺得年紀大 年紀大 65歲 對 所以她就沒有打 所以那時候我一猜她就是 但她一直要證實 她其實可能是冠狀肺炎 所以我們還是幫她 做了一個篩檢 因為其實現階段是 我們可以不用做 我們症狀向 我們就直接投課流感 結果做出來就真的是 A型流感 那我們有幫她照S光 沒有肺炎 那我就跟她說 那你現在有三種選擇 健保的吃五天的藥 早晚各吃一次 五天吃完不用錢 另外的兩種是自費的 一種是口服一次 然後另外一種是打一針 一包的藥水 那她就想說 那既然已經拖了那麼多天 那我就用打得比較快 那她也不想吃她 怕她忘記 所以我們就給她 讓她自費打 那自費打的時候 我們還幫她抽血 那抽血都OK 白血球發生指數 都還輕微的沒有很嚴重 那S光又沒有肺炎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可以回家 那也跟她衛教 因為她年紀就是65歲 就算是有危險族群了 所以我們還是跟她衛教說 來 這是一張流感的單子 你要注意上面的症狀 如果你會喘 回去燒得更厲害 意識昏迷 甚至整個人昏倒了 你叫家人 家人你要注意 然後就把她帶回來 結果兩天後 就真的帶回來 119帶回來 就全部症狀就出來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嚇一跳 不過還好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 所以家屬有一點點的預期 但是沒有想到 真的是這樣子 那時候插完管了之後 幫她照S光 結果兩邊都 都已經 都白白的 而且 心臟也變得很大 所以她那個是整個 免疫系統直接崩壞 然後這個就是 對 那時候我們就趕快幫她 收到加護病房 還好一個禮拜後她出院了 是安全的 但是她的 因為她的肺功能 因為她沒有什麼慢性病 對 可是她 真的嗎 對 那為什麼 所以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65歲的那個人 我們就是免費 政府是免費給你打疫苗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流感 因為我們有治療的藥物 我們有篩檢的方法 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有疫苗 對不對 可是我們流感從去年10月 到今年1月底 我們死掉了56的人 人數是比較多 雖然那個感染率 死亡率整體來講 是比新冠肺炎低 但是我們有藥物 有治療 有篩檢 可是還是這麼嚴重 然後再來就是重症 光是重症從去年10月 到今年1月底 沒有算2月的 就 不是不打 因為去年都很忙 過年又提早來 做很忙都忘了打 想說過完年找時間打 結果過完年發現這個大 對 大流行的新冠肺炎 現在更不敢打 對 所以體質學就是要講給你聽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流感的傳播率真的是很強大 所以他死亡率沒有那麼高 可是你看 因為他傳播率比較強 所以造成的死亡人數 還是會比新冠的多 可是你如果得到流感 得到重症 你就比較不應該 是因為流感已經有疫苗了 你為什麼不去打 他特地講給你聽的 好 這樣 好 我聽說流感的疫苗 好像是用猜測的 打得不一定會有用 是 預測 我們就是預測說 明年 可能會流行的是哪幾株 然後我們打 但是 但不是說沒有用 大部分還是有保護的效果 你還是會躲過那些 有相關的病菌 對 只是看不到 當你沒發生事 你就覺得沒什麼用 發生事 他就說我要去打 一般都是這樣 我發生事早就應該打 結果你打完也沒事 早知道不要打 不 我剛剛看到 醫師的那個 胸腔的X光 我真的心有七七言 因為我當時就是 的那個流感 也沒有到重症 但是已經很嚴重 就是休假兩個禮拜 然後田醫師剛剛講那個 在篩檢的時候 我是先發燒兩天 然後當時呢 我身邊完全沒有得 A型流感 那一年的 A型流感的死亡人數 比SARS還多 我朋友的弟弟就是24歲 在那一年過世的 所以那個流感很可怕 然後我完全沒有意識到 當時自己可能播新聞 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呢 結果我以為只是普通的發燒 到了那個急診室去快篩的時候 然後那個醫師說 是A流 然後那個A流很可怕 因為當時要抽血 然後已經虛弱到全身沒力氣 他是抽了兩次三次這樣腳 才抽到血管 然後整個人就是發燒 然後躺在床上 癱軟 然後當時還是 我男友的我老公呢 就是常常 他在上海 就常常飛回台灣照顧我 他也沒被感染啊 就是很看人耶 就看你自己的免疫力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太嚴重了 我就很擔心會影響到工作 我就有跟我們家長官講說 我是不是要早點回來上班 然後他一聽到是流感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再多休假吧 完全養好再來 而且流感我們會 就是不是只有你工作的人 希望你不要去上班 我們大概會估一個 你從開始發燒的前一天到一個禮拜 這一段時間都是會感染別人 對 所以比如說學生 我就會寫一個診 寫一個那個診斷書 請他告訴他的老師 然後有校方 看他們校方的規定 對 台灣其實因為SARS 也學到學乖很多 當然我想多做一些醫療節目 大家也有觀念 台灣這次防疫的 全世界都很稱讚 對啊 你看我們這個島 如果是 這個台灣 如果只是有一兩千人 你想還要出門嗎 你現在二十幾三十幾 大概都有防疫症這樣 對 你要像韓國這樣一天300 300還是400 瓜哥講這個SARS 就是我們台灣醫界 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我們以前沒有所謂的 PGY的制度 對啊 就是因為SARS那一次的時候 有很多醫生說 我不會 我沒有接觸過 我是外科醫師 或是我是加一科 又說是眼科醫師 我根本就不會插管 所以你不能叫我們這些醫生 去照顧SARS的病患 我們沒學過 他們講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自從那一次事件之後 就是所謂的PGY 就是所謂的不分科的醫師 每個醫學院畢業的學生 你想要當正式的醫生之前 你都要經過這兩年的訓練 對 你每一科都要給我去run 所以像這一次 這次疫情慢慢在往前 不只 那個衛生署已經在一次超前部署了 對 他徵調我們所有的 一些大醫院的醫生 開始編組了 就是疫情一旦爆發的時候 大家就要輪流去 某家專責醫院去支援 有些醫院會被畫出來是專責區 他政府其實已經做了很多手的準備 當然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可是一旦走到那一步的話 我們專責醫院馬上就出來了 就是人無遠慮必有盡佑 你不提早防範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病菌是最後一個病菌嗎 不會 對 只要有人人在 將來會面臨什麼病菌 很難講 沒有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 從尿尿狀態看健康 醫師叫你這樣檢測 在膀胱裡面 其實我們常有一個講法 我們膀胱要能夠 要裝能裝 要尿能尿 要停 要冷能冷 所以我們會幫自己看 如果說是有小便不順的狀況 像頻尿 每天白天尿超過十次 或晚上超過兩次 可能就有膀胱太敏感 或者是 夜尿的一個情形 我就有一個遇到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高中女生 她媽媽就說她可能膀胱有問題 或她可能問提學生 因為老師抱怨說 她上課一直干擾她上課 一堂課三次都舉手 說要去上廁所 想說這個人 她要不就是故意再作怪 要不然就是說她對這個課很沒有興趣 可是其實她很困難 她膀胱就是叫她要去尿尿了 她膀胱裝不滿 就叫她去尿尿 後來診斷就膀胱過中症 給她藥物 那就可以有治療 那夜尿也是 夜尿如果治好 睡眠品質比較好 很多人有過了終點之後 如果可以一覺到天明 第二天心情超好的 說我竟然沒有起來 那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減尿困難有一些人是 那有可能是根本沒有尿乾淨 膀胱裡面裝滿了 可是卻尿不乾淨 也有人呢 他是 那常常我們會聽到 病人來跟我們抱怨說 我去尿尿喔 隔壁年輕人已經走了三輪了 來了又走 來了又走了 我終於才結束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後來都只好躲去這個 男生可以關門的那個 馬桶那邊去 就不敢做小便斗了 而且呢 像我 色護腺肥大 很多人都以為是老人病 我們常常遇到在中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色護腺肥大的問題 像我有遇到一個 才50出頭的病人 他來就跟我講說 他小便中斷 他小便慢慢的 然後他覺得很困擾 晚上一直起來尿尿 但是他覺得他色護腺肥大 但他身邊人都跟他講說 還沒還沒 這個你不夠老 我就想說 這個也不用說了 就檢查 結果一幫他做超音波 我們的色護腺 在這邊 它是夾住尿道的 年輕人的色護腺 簡單講大概 乒乓球大小 那過了30歲 40歲 50歲 尤其是50歲以後 會開始慢慢變大 這個50出頭歲的男生 他色護腺 我一幫他量 跟壘球一樣大 這麼大 我覺得你不是50歲嗎 你怎麼了 一問他的爸爸 他的伯伯 他的叔叔 全部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色護腺肥大 有阻塞 或有手術的情形 所以他家族性很強 那幫他做了這個 色護腺雷射治療 就好了很多 忍不住尿的情形 其實對生活的品質 影響很大 忍不住尿有分兩種 有一種我們叫做 就是 有另外一種是 那是學了一響尿 不能夠冷 走去廁所都來不及 就開始覺得很強烈的 鎖鎖管 那硬力性尿失禁 男生女生都會有 但特別是女生 像是生完孩子的女生 或者是更年期後的女生 但有時候都不需要 這些都有可能 因為女生他其實比較辛苦 他的骨盆底是靠肌肉和韌帶撐著 那如果這個力氣已不夠的時候 我們上面腹壓上升 一擠下去的時候 就容易尿就漏出來 急迫性尿失禁就像這個 膀胱自己長了腦 還沒有到廁所就開始收縮 那有人像坐電梯 快到自己的一個樓層的時候 他住18樓 11樓的時候就急 12樓的時候就要忍不住了 到15樓的時候完蛋了 18樓門一打開 尿就掉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要注意的 那像不管是貧尿 解尿困難 或忍不住尿 這種都會 可能代表你的 泌尿系統的問題 就應該來給 泌尿科醫師做檢查 有 我 不是我本人 不是 你是南美洲跟Eason嗎 我們另外一個女拜 那個女生 她就是極度貧尿 她大概每一個小時 或每40分鐘 就要解一次尿 然後大號也是造三餐 它只要有進食就會大號 所以我們常常為了它 我們選擇一些交通工具上 譬如說我們要坐巴士的話 對 那時間很長 對 我們就不能坐巴士 我們就要改做一些比較貴的 譬如說那種好一點的火車 或者上面一定要有廁所的 對 或是包車 然後或是任何地方 譬如說我們要去爬山 我們一定要 就是要選一些有廁所的 譬如說山下就有廁所的 然後山上還有一個有廁所 就是要為了它 要選擇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看有時候 開車最煩惱 你比如說剛剛上完廁所 坐上車去塞車 塞40分鐘 細啊 我想上廁所 我們常常這樣 我們常常這樣 回去的時候 其實那種更可怕 因為你現在在塞車 冷到要爆炸了 真的到了休息站去尿 因為膀胱已經脹過頭了 尿不出來 就只好再往前開 急診室旁邊有幾個 那個高速公路旁邊 有幾個急診室常收到 像這個林口長哥 那高速公路一下來 是喔 因為膀胱很急很急 脹過頭它 尿不出來 那沒有辦法 就是要放尿管 對 所以高速公路 真的不能憋尿 我每次有時候如果妳回去 就開這一段路叫梯町 就已經塞了 你知道嗎 我明明剛剛小完便 就開這40分鐘 我已經在前面 7-11停一下 可是不行啊 妳停了後面會扒 因為往前開 快到家了 就像妳講的 開始電梯輪流 一樓 三樓 四樓 在家門口還要按鎖 光進去就快漏尿 其實剛才瓜哥也在講 現在大家有一點健康知識 小便的時候都會稍微看一下 它的顏色 事實上剛才瓜哥也在講 頻率說我們一天到底 小便要多少次 事實上一般來講的話 白天的話 理論上不會超過八次 你可以稍微去算一下 晚上不要超過兩次 但是我要講的是 如果妳的頻率突然間改變 有時候 你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妳白天本來尿八次 突然尿了十二次 或是尿二十次 不是代表妳一定有問題 還要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尿尿的量 如果說妳白天突然間 小便變十五次 可是妳每次尿出來的量 都是三百七七 四百七七以上 基本上有可能是妳水喝太多 或者是妳吃到一些利尿的東西 所以才會變成小便很多 不是妳真的有問題 可是如果妳小便的頻率變得很頻繁 可是尿出來的量都不多的時候 妳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問題了 像女生最常見的就是 所以像之前 在我們門診有個B1 她也是跟我講說 她最近這一陣子 小便量都 小便的機率變得很多 她一天都大概就尿 白天 她可能要尿到二十幾次 她開始沒有 她就問我說 這是怎麼回事 我第一句也是覺得說 這種年輕的女性 應該就是小便感染 我一直問她說 妳小便會不會痛 會不會怎麼樣 她說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幫她驗了一個小便 因為驗小便很快 一個小時後就看到 完全正常 她小便的比重 裡面也沒有細菌 也沒有什麼概念 通通都很正常 就一般人的小便而已 我就說 那妳每次尿出來量大概多少 她才仔細去回想 因為女生可能蹲在那邊 可能也沒什麼感覺 像我們男生 至少會自己稍微數一下 才知道自己尿 可是女生沒有看不到 她可能就尿 她說 很快 好像沒有什麼很多量 我就說妳這個 可能不是怎麼泌尿到感染 可能是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聽起來好像 妳小便的頻率變得很多 可是妳好像尿尿變得很少 是不是那個膀胱有什麼問題 容量是不是變得好像不大夠 正常人可能十五百七才會想尿 妳是不是可能 一點點就想尿了 妳去泌尿哥看看 就在隔壁而已 所以泌尿哥很快 就幫她排一個膀胱鏡 她早上去下午就排了一個膀胱鏡 在那邊去看 她就泌尿哥一直跟我講說 她一看進去 就看到這個東西頂到她的膀胱 所以馬上去安排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一掃 她肚子裡面現在有個 躲在那個 就在她的膀胱旁邊 往前頂剛好就頂到那個膀胱 所以照常她小便的容量變少了 她的膀胱被頂到了 所以那個只要有一些尿進去 她就會有尿液 後來開刀把這個 雞胱鏡拿掉就完全沒事了 所以還是要留意 有的人大概都不太關心自己 真的有變化 稍微要注意一下 這個我遇過的是 媽媽帶著小學二年級的小朋友 來看病 她主要就抱怨說 這小朋友尿床 那我之前有遇過一個 我後來抓出來了 她是本來不尿床 後來開始尿床 後來發現她是看 她開始嚇到了之後 接下來那兩個禮拜就尿床 但是我後來遇到了這一個 我也是開始問她說 你這個孩子是 從小到大都尿床嗎 還是說短時間內忽然間 以前沒尿床 最近才尿床 結果她說不對 對 她是 那我們就開始幫她追 你是 或者說你是 這些都會壓迫到膀胱 造成她這個晚上的時候 特別容易尿床 那有沒有什麼心理壓力 媽媽忽然間懷第二胎 生第二胎 或者說爸爸媽媽吵架 這些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後來就想說 我們去幫她抽血 驗一個叫 發現說她的抗力尿激素 偏偏在 這個激素本來就應該 讓你在晚上分泌增加的時候 你在晚上就比較不會尿尿尿出去 結果你偏偏在這個時候 分泌減少了 所以她就每天尿床 從小到大從來沒聽過 國小二年級還在尿床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想說 到底為什麼抗力尿激素 會在晚上分泌減少 我們就去檢查她的 是不是發炎 或者是說什麼感染 或者說有什麼腫瘤 結果找不到 所以變成說到最後就是一個 無頭公案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你為什麼 在晚上抗力尿激素分泌減少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一點藥物 幫忙她 結果大概治療了半年左右 她的那個尿尿就恢復正常 所以後來靠藥物治療 後來是靠藥物的 更之前那個就是看恐怖片 半夜嚇到 所以其實心理壓力也會造成 孩子本來不尿床 後來短時間內又開始尿床 我們在急診會看到 都是比較極致的 那像有一個女生她30歲 她說她尿不出來 30歲很少尿不出來 尤其女生 通常最常見的是壓力 可是她看起來就像李懿這樣子 就是瘦瘦的 漂漂亮亮的 只是她有一個很大的小腹 所以我那時候就幫她 坐了曹音波發現 她那個裡面大概比排球還要大 她整個膀胱脹起來 比排球還要大 裡面都是尿 這個就是為什麼她尿不出來原因 因為她尿都在膀胱 而且我往旁邊掃 所以從尿那個膀胱一直 激到腎臟 所以她已經沒有辦法排出來很久了 我說那我們這個要幫你插尿管 結果這個時候她才說 其實我之前有骨盆腔有長瘤 我說什麼瘤 她說是肉瘤良性的 然後有挖掉 她就說 後來醫生叫我 再長又再叫我開刀 我就不想開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這樣子 那我說那我們就先幫你倒尿 那那時候還沒有覺得有什麼異樣 那我幫她倒尿 結果我要幫她倒尿的時候 護理師就叫我過來看 她說那個外觀 根本看不到她的陰道跟尿道口 她那個肉瘤 除了在骨盆腔長之外 對 那所以那時候就想辦法 真的找不到 所以我們先做個電腦斷層 看裡面結構是怎麼樣 就真的是 而且長到外面 它外面那個外面的味道也不太好聞 因為那種肉瘤 腫瘤 通常味道都 它長得都爛爛的 所以那時候就跟她說 那我們先救你的腎臟 因為積水肌症這樣 那我們直接從膀胱 膀胱這裡 直接從肚皮這裡 紮一個那個尿管 讓它引流 她說我不要紮尿管 我只要紮針就好了 那看起來是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只幫她紮針 然後讓那個 一千多CC的尿流出來 她比較舒服了之後 她就自動離院了 那這個時候 我也已經捨不得再念她了 因為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跟尿外科討論 尿外科討論說 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如果真的要把它 挖乾淨 讓她可以正常的尿尿 還有性生活的話 她的那個外音部 是整個要挖掉 然後做重建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她應該已經被念很多了 那可是她本來是有機會 在就是她很不幸 就是她的命就是這樣 就剛好長了一個 肉流在骨盆上 而且又是 又是那麼很容易 一直復發的 那第二次復發的時候 醫生就叫她趕快挖掉 她一直忍 一直忍 忍到現在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要再開刀 真的很難 這是很痛苦的事 而且有時候 因為這樣就怕喝水 怕喝水更糟糕 尿道也更嚴重 那喝了水 就會一直上廁所 是 好兩難 對 我們看第三個 關節肌肉出問題 動作一檢測就知道 其實在我們骨骼關節 有一些小的問診 或是一些動作 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 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想要舉一下 我們其實上肢下肢 大家可以發現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一些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扭毛巾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你的外手肘會覺得痛 在扭的時候 那時候你可能就會有網球肘 就是我們外側手的肌腱發炎 第二個就是說 有些人會抱怨說 他在插鑰匙轉鑰匙的時候 他會覺得 拇指非常的疼痛 甚至 那時候可能就是 你有媽媽手 拇指的肌腱的發炎 那這簡單的問診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第三個就是肩膀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的肩膀 我們的手可不可以放在 我們的肩胛骨的內側 那如果可以放得到的話 其實就可以檢測說 你的肩膀的關節的活動 是OK的 內側是在哪 內側就是肩胛骨 可以放到背後 對 他這樣就比較OK的 我們有些 瓜哥這樣子還OK的 那有些人他只能碰到屁股 那可能就要懷疑說 他肩管其實 是不是有一些沾黏一些 有時候緊的時候 連擦屁股都沒有 是 沒錯 有些人可能他連穿褲子 就是擦屁股 他會覺得非常困難 那可能就是有五時間的症狀 然後或者是他晾衣服 他根本沒有辦法晾 那就是有一些肩膀沾黏的 那下肢的話 我們可以看就是說 我們 你會覺得膝蓋很卡 你甚至蹲下來 你無法蹲 或是你去外面做蹲式的馬桶 你根本都沒有 你就會覺得膝蓋很痛很緊 甚至會往後倒 那可能當心 你可能有 那最後一個話就是說 如果說你無法翹二郎腿 你翹二郎腿的時候 可能你翹右腳可以 翹左腳不可以 然後你會覺得屬膝部非常痛的話 那有可能是 對 那我就要舉我門診的一個案例 他大概一個五十幾歲的保姆 然後他再來看我門診之前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那屬膝部就是我們該冰的地方 那他甚至就是 像尿尿的地方 那時候他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他的泌尿系統 或者是生殖系統有問題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去看了泌尿科 跟那個婦產科 可是檢查過也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工作是保姆 他常常要蹲著問小朋友吃飯 那只到有一次他再蹲下來 問小朋友吃飯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覺得屬膝部 非常劇烈的疼痛 甚至沒有辦法蹲下去 甚至痛到他的屁股跟腰 那時候他就想說 那可能會不會是 骨關節的疾病 那我記得他那個時候 就要來門診 那我就幫他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其實他在坐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非常困難了 我那時候就叫他 把右腳翹上去 因為他翹上去的 就快要倒下去 可是翹左腳是可以 那我們醫學上 有一些簡單的測試 比如說你翹上去 我們壓你的腳 他那個時候屬膝部 都會非常的劇烈的疼痛 甚至痛到屁股 那那個時候 在醫師的直覺 還有我們以前的臨床檢查 那就會懷疑 他是髖關節退化的問題 所以我就安排去造一個S光 才發現他其實 右邊的髖關節的那個軟骨 其實比左邊已經薄了一半 那髖關節其實是 你在蹲還有翹二郎腿的動作 其實是非常容易傷髖關節 而且 尤其在停經之後 五十歲的女性 其實這個號發程度 其實非常常見 又不能翹二郎腿 就是髖關節有問題 常翹二郎腿又傷髖關節 那到底要不要翹二郎腿 又要翹二郎腿 翹二郎腿 其實是一個醫學的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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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支一邊呢 我的那個腹肩視察 不是腹肩的營養師說 你一定要每天這樣壓 是 壓到這裡會痛嗎 這個鼠膝部會很輕 是 如果你在壓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拉筋運動 是可以拉你後面的臀肌 可是如果你壓的時候 你的鼠膝部 你左右是不一樣的疼痛 或是你會覺得劇烈疼痛 甚至到屁股 那可能就是懷疑髖關節 有一些退化 那可能你右邊的髖關節 比較緊一點 你不幫忙 要幫忙 我想說 我幫你輕輕壓 對 如果你壓你的膝蓋 你覺得你的該冰很痛的話 可能你的髖關節要檢查 腰比較痠 那你的腰比較痠的話 就是後面的腰 腰椎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醫生會藉由 翹二郎腿這個檢測來看 然後接下來就是 教各位觀眾 有兩個運動 其實可以 強化我們的髖關節 避免他的受傷還有退化 趕快來教我們 接下來我教各位觀眾 有兩個動作 那第一個動作叫做 相撲式深蹲 其實我們可以想到相撲 就是把腳跨出去 那其實我們髖關節 就是鼠膝部 跟大腿兩側 還有屁股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我們這個動作的話 就很像相撲的動作 然後它叫做相撲型深蹲 所以我們把腳往外跨一步 然後往外大概腳 往外15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往下蹲的動作 但是其實不需要蹲太低 然後起來的時候 然後屁股夾緊 用力彈一下 對 那其實這個動作 就是有強化髖關節 那如果你比較靈活一點 我們還可以做側面的動作 側面的時候再跑過來 再蹲下去 然後再 對 很好 然後再起來 然後再往過去 然後再蹲下去 這哪是相撲 相撲是這樣子 它相撲是這樣子 是 是 它是改良版的 這個肚子 這個肚子 所以這個鄭林瓜哥的 其實髖關節是非常好 沒有問題的 可以的 這個肚子還不能做 因為其實髖關節 大家可以想它是鼠膝部 它很容易擠壓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髖關節 拉開來 然後做那種蹲的動作 那蹲要不要蹲太低 那你做這個時候 再起來的時候 就很像相撲的動作 那第一個就是訓練你的屁股 跟你的髖關節 那側面的話 就訓練你髖關節的兩側 那當你旁邊很強化的時候 你的髖關節 就比較不容易揮晃 可是它有一個動作就是 教練會叫我們坐這邊 打開 對 其實這個的話 當你一開始 你髖有問題的話 其實你不要轉太大圈 你可以先從小圈開始 但是如果你在轉的時候 這好像靈活 這比方 瓜哥的那個膝關節 跟髖關節非常的靈活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是瑜伽的 那喬式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躺下來 那躺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腳可以先做彎曲 膝蓋彎曲 對 這是那個提拉米蘇嗎 不是 提拉米蘇 不是提拉米蘇 對 好 那我們就是腳的話 就是大概與肩同寬 那我們這時候可以想叫 我們的屁股 就是髖關節的時候 要抬起來 我們可以先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把屁股抬高 我們抬高的時候 其實大家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的 然後屁股要夾緊 然後可以 再慢慢放下來 然後可以做 那這個就是可以強化我們的 髖關節這樣子 超過四秒了 其實髖關節 可以放下來 對 那可以放近一點點沒關係 因為太舒服睡著了 對 這個腳可以放近一點點 對 與肩同寬 然後把屁股抬高 對 好 撐十秒 不用抬那麼高 肚子要夾緊 肚子太突 對 然後再放下來 對 很好很好 那這個動作其實對我們的 腰跟我們的髖關節 是非常強化的動作 然後大家要記得 我們的 肛門要夾緊 肚子要縮緊 這樣對髖關節才會 非常的有幫助 好 好靈活喔 謝謝 我之前是拍那個 棒球的電影 對 然後那時候是演一個三壘手 然後又是隊長的關係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訓練的時候 就有特別去做加強 因為三壘到一壘的那個傳階 其實是最遠 最遠的 對 然後那個導演他就是 還滿特別的 他就是講求逼真 除了拳壘打是用動畫以外 就是其他的就是 你就要練那個速度 對…他就說你的球一定 因為你是隊長的關係 所以你變成是 你三壘傳到一壘的那個球 必須要 這樣子 可是因為基本上 我們平常沒有在做這個 背力的運動的時候 其實要很難達到那個要求 對 然後經過訓練的時候 然後再開始拍 然後拍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不是拍一次而已 是一直這樣不斷的 這樣子連續丟 因為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又直又準的球 對 才好看 因為三壘到一壘的時候 你好不容易這樣 球數有了 可是大歪 歪就好 對 然後所以就是那時候 也是拍了好幾次 然後一開始就覺得 那就只是 就是我的肩膀就是 滿痠痛的 可能就 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常運動 沒有常使用它 然後可是拍攝久了 那時候才拍 那時候拍了一個多月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 那個痛已經不是 一般的痠痛而已 而是你丟出去的時候 我還是會這樣子慢慢的這樣 要喬一下 喬回來的感覺 因為就覺得 它是刺痛的 感覺上是 然後我就覺得 不太對勁 而且最後 就連 就是衝到我後面那個 肩胛骨的地方 有看意思 對 然後就後來那個時候 就覺得不對勁了 然後那些球隊的那個弟弟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高中球員 他們就帶我去看那個中醫 他們常去看中醫 就開始幫我 對 電療 然後就開始幫我按摩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講說什麼 可能是肌肉挫傷 然後肩胛骨發炎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那在 醫生就講說 就要多休息 對 然後可是拍攝三個月 三個月都是這樣子 就下來 我差不多休息 一個半月左右 才開始慢慢比較好 到現在我就睡覺的時候 還有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那時候的後遺症 因為我喜歡 對 然後左邊側睡是沒有問題 可是右邊一側睡的時候 痛 對 是真的很痛 然後我變成是側睡 就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我就要這樣子躺回正面 躺回正面的時候 還要自己慢慢的把肩膀這樣子 打開 對 就瞧到這樣子平放在床上 所以就變成是我現在 就是有這個問題 現在還存在 現在還是存在而已 很嚴重耶 對啊 還滿嚴重的 對 像我就是從小三歲開始學 我就學現代舞 要芭蕾 然後就要在地上一直動 就是膝蓋 然後也要就是一直伸直彎曲 然後就過度使用這樣 然後有一天我就 就是走路的時候就很痛 我就有點像歪腳歪腳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先幫我照了X光片 就發現骨頭沒事 然後是什麼問題 就很痛 還是很痛 後來原來發現是 骨膜就是保護骨頭的 外面的那一層膜這樣 對 然後後來就很痛 那時候醫生就教我要怎麼按摩 就是你膝蓋半彎的時候 我兩邊會有一個窩窩 然後每天這樣子按 然後做復健這樣 然後就要我回去熱服 然後給我開藥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這樣來回 大概兩三遍了 然後才比較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長期在跳舞 就比較好一點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40歲的爸爸 他自己來看感冒 但其實他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他腳是有一點一拐一拐的 我本來還以為他有發燒 或者說肌肉痠痛 他沒有 然後我幫他把感冒看一看之後 我就問他說 爸爸你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腳怎麼一拐一拐的 他說陳醫師你可以看嗎 順便問一下 好了接下來要怎麼辦 原來他就說他一個月前 晚上半夜起來上廁所 然後經過客廳的時候 那個神明燈 只有神明燈 其他都很暗 他就去 然後撞到之後 他自己聽到啪的一聲 他說很痛很痛 他就倒在客廳裡面 天啊 兩個小時後 他老婆從房間裡面出來 看到他說 你怎麼不在房間睡 你睡到客廳 後來說 這個他就在那一個月 自己想說吃一點止痛藥 讓自己好好的休息 看看那個疼痛的感覺 會不會好 可是他就覺得 那個好的感覺就是 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 好像沒有辦法 恢復到很完全 那我就 他就坐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就把他的那個小腿 膝蓋的部分 稍微動一下 發現說 他不是很穩固的膝關節了 我說你這個大概不大對勁 因為你已經一個月 又吃了消炎止痛藥 結果你的疼痛感覺還在 你應該要去醫院做點檢查 所以他就去醫院了 隔了一個禮拜 他回來繼續追蹤感冒的時候 他是 他說醫院幫他做檢查了 他的那個 那醫生說 我們初期先做復健 那如果復健真的改善不了 我們再來考慮用開刀的 所以這個 他就是那一段時間瞬間撞到 然後那個角度 就把那個十字刃帶斷掉了 好大理喔 有時候運氣在壞的時候 對啊 斷得很嚴重 其實骨關節就是有三個要注意了 如果你有疼痛 然後第二個就是 關節活動有影響 第三個 沒有力氣 就一定要看醫生 因為一定是裡面的組織有問題 那像剛剛你提到說 你現在壓了還會痛 就是表示說應該是 這個問題還沒有好 而不是什麼後遺症 因為骨的骨隔關節 其實你在一些動作 還有一些檢測 還有你日常生活就會發現 其實他根本都還沒有好 對 如果蓋子夠 也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對 沒錯 有的稍微動一下 有的可能蹲廁所 就什麼 自己做到自己腿就斷掉 對 那就是骨頭可能疏鬆 對 有時候我們疾病 不一定會用痛來表現 我們常常要注意到 自己的身體變化 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小檢測 大家可以跟著剛剛 我們自我檢測看看 也會自己的健康把關 謝謝大家